嗯…依照我的觀察 他好像… 這個… 有點普通 因為…如果他很強的話 不會說… 都…我都見不到有人選他欸 我在這邊打啊 我都沒見過有人選他 小機器人的好處是 養到最後可以貼盾啊 這個牌是有未來感的 這個牌怎麼樣?就是2-2 前期可以幫你節省了幾滴血 中期開始就沒用了 所以要拿這個小機器人 養機械 養機械 然後貼盾 最理想的情況就是 一星卡拿一張機械 二星卡拿一張機械 三星卡拿一張機械 然後最後全部東煮、東煮、東煮 貼盾、貼盾、貼盾 你就變成一個光盾部隊 這是我認為 他不會噴我 把他弄到了 欸! 欸?! 欸?他說他沒有射 他沒有射 各位 他沒有射 好險 嗯 防火機器人 防火吉祥物 2星卡的機械也來了 買1 點1 那下一回合再5加1 還是你們會拿惡魔啊?惡魔是1D單可以吃啊 可是機械才可以貼盾、貼盾欸 後期才會強欸 機械貼盾、貼盾 後期才會強欸 如果你要拼吃雞的話 是要拿這個欸 這個才是拼吃雞 所以我們就拼吃雞吧 喔 伊莉丹會卡到三星呢?哇 有人想到了 想得好遠喔 5加1 有人想得好遠喔 已經想到… 伊莉丹 其實他是變成三 他變成三 眼睛的話就麻煩了 對不對?你這麼… 你這麼說是… 完全同意了 因為三星卡最好的牌就是一些… 眼睛嘛 還有…這一把還有青銅龍 假設沒出是不是就直接升級了? 沒有眼睛、沒有青銅龍 一塊錢就直接按下去 然後去試新科技、去找東煮 師尊也還可以、可以、可以、師尊也還可以 師尊、眼睛、青銅龍 我們可以拿的牌約末是三張 假設沒出 就要直接7下去了 有人反對嗎?這個7的…7隻按鈕 要不要7下去? 師尊、眼睛一起放也可以 啊 也可以 來了! 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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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沒盾 抱歉 是不是按下去了? 不要給炎魔戒任務 簽下去 四星最強有東煮 四星也可以直接拿機械、暴龍蛋 喝車 反正就是拿機械類啦 我跟你講 最好的牌就是機械類 因為這把沒有蛇嘛 所以沒有擴散 這樣子就是拿光盾、還有機械 帶有光盾的卡、以及機械類的卡 那這把有棍、盾的卡、三星有一個龍 那剩下就是機械了 五星有一個豬 不錯 五星有一個豬 所以就是… 青銅龍、三星有一個盾啊 然後五星有一個豬、有一個盾 接下來的要靠機械 剩下的是靠機械 盾越多越好 欸?博瓦爾行不行? 行 博瓦爾也行 錢的話就不拿了吧 所以…博瓦爾一刷 四星的 我們還缺個三 一刷 欸 眼睛來了 各位 那就…眼睛 三星 唉唷 不錯喔 我們還缺大量的東煮 直接把想要的牌子都拿到手了欸 會不會有點… 厲害啊? 主播今天會開比較晚啊 大家放心 3-1可以拿來貼 這樣就不能7加1了 嗯…買個3-1 刷刷幾下 還是你們會不管 就7加1一刷 然後冰起來 有兩個選擇啦 1加1冰起來就-1啦 還是說7加1一刷也不冰 五星卡再去找一張 直接找五星 我覺得才是正確的欸 因為…現在你眼睛貼盾 就是多3攻 就多3攻而已啊 肯定是7加刷 找那個…野豬騎士 五星有一張野豬騎士 野豬騎士來喔! 銅鬚… 銅鬚沒屬性… 我覺得可以拿伐木機啊 銅鬚養機械 可以配合鋼牙 要不要放在手裡啊? 我覺得至少要拿下來欸 我覺得拿至少要拿欸 然後… 再看要… 怎麼弄 因為他鋼牙獸… 一張就加超多的 吃尊也會拿是不是?那不然就全上了 剛好3加3 錢打乾 銅鬚要上去嘛 下一回合再賣師尊就好了 嗯…師尊是你不買的話 這個三塊錢也是刷掉啦 所以那不如就拿下來吧 六星靠合還是神喔 一刷看一眼 一刷…每牌8加1 英雄的能力喔 就是每個屬性…加2…每個等… 星級的牌加2加1 比如說你看我這邊 一星卡 兩星卡、三星卡 四星卡、五星卡 每個星級都有一張嘛 所以每一張都會… 看一下技能就全部加1 就是這個效果啦 這邊有一個… 這個東西是不是要拿? 還是要拿吧?我急著8加1要幹嘛? 這個可以三合一啊 我等等在… 等等在升級吧 哇塞 合了 哇塞 離譜至極 6還有收割機 師尊扔掉 呃…銅鬚可以扔掉了吧?用不了了 其實根本就沒有銅鬚的位置 因為你根本就換不了怪 嗯…給吉祥物…等等再補一個給他吧 我可以啦 我不是想說這隻不死很可惜欸 不能打頭 我是想說這隻打頭那麼猛 如果他不能給盾 一拳把烏曜王爆了 你們不覺得也是有點可惜嗎? One punch! 33! 33! 給這隻盾能殺人 那…這邊已經不能夠三合一了嘛 我們現在就只有…什麼路啊? 東煮拿三個 貼三個 收割機三合一 鋼牙獸、東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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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了 所以升級好像沒啥必要欸 也沒有野獸啊 給你聚合體 你也用不了啊 所以升級是非常差勁的選項欸 所以不需要升級 我們分析完畢 這一把的6 跟我無緣 跟我無關 我們現在就是在下面 三合一就好了 點這個幾強物不用拿 然後…17不用拿 因為你也配不到這一隻 也不會再換牌了 所以就刷 屬性也不需要 我現在需要…食屍鬼可以壟斷 豬人是五星 我的五星卡是這個 所以不會考慮換 盾也不用太多 所以繼續刷 光牙我們提到過了 加太少了 所以拿不了 所以還是繼續刷 牛也不需要刷 那這裡就按個1 這個全部都加2 都一樣 拿寶石吧 寶石靈活一點 而且寶石可以壟斷 其他人不能拿 因為有一些其他人會喜歡拿寶石 有特別的價值 所以不要給他們拿寶石 就是其他人想拿 我們不給啊 黃也可以拿 刷兒不用換蛋了啦 不用了 就養這隻就好了 你等等找3-1合體貼寶寶就好了 毒孢不會換捏 我們現在就是一個刷了 一個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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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 東煮兩隻 3-1也有 哪泥? 嗯…這個寶寶要貼給誰啊? 貼個眼睛就補不到盾了啊 所以我要貼一隻會死的 那就是他了吧 收割機你們覺得要貼盾嗎? 是不是收割機不貼盾比較好啊? 把這個寶寶貼給鋼牙獸 因為收割機沒盾 很容易動兩次 有盾是肯定動不了兩次的 經典3號收割 還是做一個破盾的小細節 如果我們開始住人 需要付款 頂鎖 要不要再破盾 153號 158號 明天 108號 138號 179號 上一場 他們真的好快 這一把換我很快了 哇塞 葛夫! 他叫什麼名字啊?符文大師還什麼鬼的?真厲害啊! 欸…他有什麼牌能借啊?眼睛一張 豬隊長一張 豬牙一張 欸?蠻多的喔 借起來 突然覺得他牌蠻多的 借起來 哎呀!拿到這個爛東西 出了 刷 這個再貼一張 痾…這邊就貼眼睛了吧?還是貼收割機啊?收割機吧 貼收割機比較猛 再一刷 喔!又可以貼盾了 哇!全員有盾了 哇!全金閃閃! 等等一定要壟斷食屍鬼 金閃閃啊 這把有機械怎麼樣?一號位都破個盾吧? 好強啊! 每月例行一次丟水溝 希望寶劍大人不在 只能說法蘭你死定了 感謝法蘭捏… 法蘭丟水溝 萬佛朝中之勢啊 各位! 沒關係啦 這邊…這邊… 這邊應該好減啊 沒事 我們這邊準備進入決賽 好不好? 炎魔一…三血 有大收割機 他有大收割機欸 防擴散很困難捏 怎麼辦? 不管了 把全貼了 然後… 波瓦爾三合一 眼睛三合一 鋼牙獸三合一 刷 找一個黃 黃色的東西 印可以啦 印全家 師傅用不到 他看來就是一刷 按個E 那就… 按個E 欸 我給他膨脹一下了 硬、硬、想…硬的膨脹了 怎麼辦? 硬、硬膨脹了 來一個梅花座吧 就是前有嘲諷 後有嘲諷的那種經典梅花座 硬、硬、硬坐正中央 硬起來 破散來了 就這個最可怕 還算防住了吧? 三血能不能與我一戰呢? 巨型收割機解除! 他眼睛補盾 還有一個巨型青銅龍 我的D3無能被破盾了 跟他做一換一 開兩個 機械來了 收割機重出江湖 再給他收割! 眼睛收割! 眼睛送頭! 完美! 葛夫 什麼符文大師! 厲害啊!各位! 我諸葛春夫用兵 就是一個旗幟! 八連勝! 完美平衡! 聽說他是現在勝率最高的英雄 是嗎? 我使用起來 確實有點東西 諸葛春夫 你他媽!真的誇張! 一直按1 按個1 打起來輕輕鬆鬆 符文機械大師 亮晶晶 你知道嗎?亮晶晶 而且這一把 進牌很好嘛 我們 在思考怎麼進牌 他就怎麼給牌 對不對? 就是我們需要的牌 都是機械 1星的機械 2星的機械 3星的機械 然後4星的 東煮 然後博阿爾 都是盾、盾、盾 5星的機械、6星的機械 哇塞 這個是一個 完全機械的組合欸 因為只有機械可以貼盾 所以我們每一個星級都拿一張機械 最困難的是那個收割機 我還拿到了收割機 哇 非常的完美啊 這把 超級不科學的 東煮總共貼了一張、兩張、三張、四張 這一把 四東煮! 刷掉、刷掉吧 這個拿了也沒用 等等還不是要食屍鬼 欸 食屍鬼就打不贏 好啦好啦 都合在這邊 能不合? 因為如果不合的話 我覺得好像少了一些快樂 人生不對勁欸 吃屍鬼 不要玩桌米藏 嗯? 欸? 那個卡住了 不會動欸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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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幹嘛~~~~~ 真的鬼啊! 哇 這個線跑得很快喔! 這個線跑得很快喔 主播要服毒身亡了啦 這個最好打得贏喔 他都不毒 他有三個毒齁? 欸 食屍鬼 打個冒險 還是少了一個食屍鬼捏 他這個是太煩了